到所有这些通过的 authorized或者管理 然后这里其实也不是管理 这是批准吧 我觉得这一般情况下是批准 然后许可 authorized 然后这个时候 这一部分 你首先还是你要看到大写 这非常重要一些信息 这个说明是一个组织 专有名字 你不认识公司 或者一个association协会 所以第二个事情是 你要在三年内 这里就是研究上法学位 law degree在法学院里 然后 刚才现在明显是一个 本科学位 然后一个law school degree 研究生学位 然后后面又一个 继续A都好 B and C C是什么呢 还有一个非常贵的准备 对于bar exam 对于这种好识 这种单词就是这两个bar 你不认识 但是你认识exam 所以三个 他告诉你 只有一条路 现在你非常清楚 only one path 只有一条路 对于一个律师 成为一个律师 那这个for就相当于说 为了一个律师 对 你脑子里面 现在本科 然后law degree 最后还要准备 非常昂贵的准备 对于这个考试 这里咱们是 把这篇句子读完以后 但是稍微大家科普一下吧 就是美国的这个 律师这个职业 他这个 相当于说律师执照协会 他就叫bar 然后律师协会呢 有这bar exam 你通过了这个考试 才能变成一个律师 这是基本上所有的这个 你要想当 在美国当律师 必须要过的一个门槽 所以这这bar 其实有些时候 就是表示那种门槽的意思 你过的那个bar 你就成为律师了 如果大家这个 对美剧感兴趣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这些suits 精装律师的美剧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就里面 就应该是所有的美 律师剧 都可能涉及到这个bar exam 但是 我比较喜欢看的 其中一部是这些suits OK 然后继续 所以这条 但是这条主要意思 你不要被后面这些东西 忽略到 主要意思永远是 there is just one path OK 然后在我 所以这里还是你解释一下 为什么教育的问题 然后 这个 这个this 就是上一句话了 上一句话 只有一条路 这条路里面什么 本科 然后law degree 还有一个非常昂贵的准备 那这件事情就会 leaves 这里又再次 咱们复习了这件事 在这里后面 没有地方 不是离开 不是留给谁 没有to这些东西 不是留给 所以只剩一个意思 所以这些判算出 是等于make 适得 所以或者你可以 这里我觉得 因为后面我说with 你翻译成留给 我觉得也OK 你翻译成make 适得也OK 但你不要翻译成离开 但所以说这件事情 就一条路 就整个你成为 这些律师一条路 使得今天的平均的 法学院的毕业生 这是A Today's形容词 Average形容词 Law School形容词 核心词 Gradury 这种毕业生 B B是借此等于 伴随着10万美元的债务 在这个本科的债务的顶子上 相当于 这个on top of 这里大家今天 要把这个次数上 很好记 就是在什么什么的上面 说白了 就是在它 就基础上 加上它 就类似于咱们 之前觉得besides 所以这的时候 同学 这另外一个细节 在于 你咱们现在考研的文章 这么多关于美国的 对吧 所以我之前 其实一直强调 大家稍微了解一下美国 不管你文章里面 知道这些东西 这个可能中国 怎么说的 大 因为还是可能是便宜吧 或者是学费 没有那么贵 但你要知道 在美国 大部分人上大学 就是美国人 不是留学生 都其实是贷款 奥巴马 大家可以查一下 奥巴马 当了总统 好像前几年 才把他的大学贷款 还完了 就跟他们买房子 是一样 所以这时候 一般情况下 你如果成为法学院 就是最贵的这种 法学院和医学院 这样 为什么之所以挣的多 是因为他们上学的时候 花的就很多 然后所以大部分 都是贷款 那贷款的话 就是 你就能借这10万美元 或者 每年的学费 就很贵 整体加起来 应该是学费 所以你要通过以后 工作了以后 每年还一点 每年还一点 大概这意思 所以一般情况下 本科就已经是要还债了 undergraduate debt 所以现在这种 就是准备 这些法学院 他说平均 law school graduate 就是这个 你在研究生的 这个law school 的毕业生 就有10万美元的债务 然后再加上 他本科的债务 所以说是 相当于赵孙一 这个欠了很多钱 然后继续 这个法学院的债务 意味着 他们不得不来去工作的 令人恐怖的 很努力的 这里有一些细节在于 首先你要判断出来 这个fearsomly 是副词 副词用来使用这个 hard work hard 是副词 所以这个fearsomly 也是用来使用work 那所以你要 这里介绍到 其实说白了 核心还是work hard 那不是说是 就是令人恐怖的 他们不得不来 去努力工作 就是工作到 令人恐怖 这种感觉 OK 所以这段 其实我觉得 还是非常顺的 首先就告诉你 第一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什么 是教育的问题 但教育的问题 核心的本质 你看到这 读下来一下 说白了就是贵 对吧 贵以后就得work hard 就非常努力的动作 有贷款啊 什么债务 对吧 就是只有一条路 然后非常 还要准备考试 OK 继续 那 第三段 第一句话 第一个单词 读病 脑子里面再过一遍 是非语动词 还是动词 都有可能 在你往后走 但是这意思 永远不变 是改革这个动作 改革这个系统 这个系统明显 是上文中说的 整个成为 律师的这个系统 将会帮助 既帮助律师 也帮助他们的 客户的 customers 这一段 开始说改革 第一句话 明显非常清楚 sensible idea 这个单词 稍微你记一下 点在于 跟sensitive要区分开 sensitive 就是大家 你现在脑子里面 想象一下 你生活中 谁是比较敏感 这个敏感 其实 一个是对于一些 什么食物啊 味道很明显 还有就是 这个单词 跟他们中文里面 说的一样 别人说它一下 可能就是反应非常强烈 这种敏感 或者对一件事情 可能一下 它就爆炸了 它一下就非常急 这种也算敏感 sensitive 其实中文跟英文的意思 在这个词上 是一模一样的 这是sensitive 所以你想 你现在去描绘一下 she is sensitive to something she is sensitive 然后 但是sensible这单词 是另外一个sense的形容词 你要把它看成等于 明智的 或者就是smart 那我唱 这里 这两单词 主要是要区分开 ok 然后 这是第一个 然后 然后往后第二句话 第一句话不是说 是改革这个系统吗 那一些比较明智的想法 已经是have been around 这里就是 你需要把这些ideas 跟have been around 在一起 现在就是around 就是周围 但是想法 比较明智的想法 已经是在周围 说白了 就是有这种想法 就已经被提出了 这种感觉 have been around 然后for a long time 对于长时间了 但是 还是那个点 上一句话 你没读懂 后面 但是 这个州级别的bodies 这里 因为州级别 肯定是在美洲的州政府 这个感觉 the body 你可以定是激动 不是身体 这里就 全文就没有再说人的身体 所以body 你可以说是一个 就是激动 也就是组织 但是这种州级别 那就是州政府 一些组织 后面 但是没关系 你没有理解 这个body干嘛的 但是现在按照语法读 后面是定统句 前面是body 成的名词 对 因为the 成的名词 还有这家的附属 这个bodies 后面发出这个govern govern 你需要认的 government 就掌管 叫统治 这些bodies 就是主语 然后后面定层去说 这些bodies 是掌管这个职业 这个职业名叫 就是律师行业 对 所以你要把这些body 看成就是掌管 律师行业的 这些 在州级别的一些组织 或者你就 中文里面 你就理解成是body 但你要知道bodies 是干嘛的 bodies are governed the profession 这些bodies 已经是太保守 去实施他们 这个them 首先不可能是bodies 不可能是bodies 太保守了 去实施bodies 所以你再往后 再往前看 一个复述 就是ideas 这样的话就联在一起了 明智的想法 已经是有了 而且是很长时间 但是 这种州级别的掌管 律师行业的这个 机构 组织 太保守 这里 to to 这地方是标准 一个to 以至于 不能来去 实施 这些想法 ok 然后继续 一个想法 其中一个想法 是去允许人们 来去研究 去学习法律 作为一个 本车的学位 刚才其实说白了 大家注意到这些细节没 本车学位 是在一些 不相关的行业 就是说白了 本车 你不能学法 对 然后所以 这里他说的是 允许人们 来去学习法律 作为这 本车省 undergrad 然后另外一个想法 对 这个时候 你读到这里的时候 我希望你在脑子里 先把这句话 这段话 你自己要 稍微绕一下 因为后面都在说 一句话 另外一句 就比较具象了 前面都在说 这是refore 对 然后呢 但是中间 你提了一句 有些就是 这些掌管 太保守 以至于不能 就完全试试他们 然后告诉你 其中一个想法 idea 第一个 就是去 本车读 然后第二个 开始 第二个是 让一些学生 sit for the bar 刚才上面都说了 这个bar是design 对 然后今天咱们 就是implement 这单词 我就不说了 今天大家 如果你这个单词 不认识 我觉得 你要花一些时间背单词 我说的背单词 就是你把这些 考研文章里面 你不认识单词 可能要背一下 而且多花一些时间 这种单词 就是你必须会的 不会 你到这个节目眼上 我觉得 你的英语 就比较麻烦 这种属于就是高中 或者是 就高中单词 implement 这单词 我主要想提的是 它虽然是ment结尾 但是它是动词 而且是记忽动词 实施一些政策 实施一些计策 实施一些什么策略 都可以 然后另外就是 sit 咱们今天稍微说一下 其实很好记 就是sit这单词 作为动词的时候 就参加考试的意思 就这里是 你可以当成一个记忽动 sit 记得什么什么exam 也可以说sit for exam 这个意思 就很好 就是考试嘛 可以坐那 然后 然后就是你去考试 所以这个动词 就sit 但是你看到后面 冰鱼肯定去考试了 但是考试也不一定exam 可能专用什么什么 Tofu IELTS 这种具体的名字 也可以说sit 所以这里他说的是 另外一个是允许一些学生 来去参加这个 这个 巴尔考试 在仅仅两年 after only two years of law school 那这里说的是 在这个 法学院两年以后 而且仅仅是 只有 不是仅仅 只有两年以后 才能参加 那不需要 就是非常着急的 马上 就是毕业的业 就要去参加 对 然后如果 这个 巴尔的exam 是一个真正 足够 那这个stir 这单词 是严厉 或者要求别人 那这里我觉得 其实无所谓 你判断出 反正是形容词 因为这是enough 对 而且后面是test 所以如果 它是真正的一个 什么足够的测试 对于一个 would be将会 未来的一个律师的话 还是一样 这都是条件 你看到这个if 矿价展也有了以后 你只要主要的意思 就要说的是 那些 可以来去sit 那这个sit eat 就刚才说的 这些board exam 对 那些可以来去 参加这个考试的人 就是 ear 更早一些 不是在两年之内的 其实也应该是 被允许了 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这里商业 说告诉你是 他想去让 同学们 仅有在两年以后 才可以参加这个 only after only two years of law school 参加这个board考试 但是如果有一些学生 可以来去参加 他更早 那也应该被允许 相当于主要的意思 还是告诉你 不要是 因为这里都是条件 但是核心意思是 两年以后参加这个考试 然后这样 students还是主语 互定义同俱 但是你要知道 students主语 的位语在后面 现在你加了一个 什么样的学生呢 不需要这个额外训练的学生 那这个额外训练 他们说这考试 你要去准备 很贵 你要报课啊 什么什么的 所以这些学生 发出recrude 可能就会减少 他们的债务的删 反正就像是 很多债务 一般用减少证词 cut 后面是buy 就是减少了 三分之一 对 所以这两个 一个是这个考试 可以多两年以后 two years after 然后可以减少战务 但是如果可以 你有能力 也可以提前考 对 所以这一段 再说的是改革 这个核心 第一句话 非常标准的总分 这边文章 reform the system 然后会帮助 继续 然后刚才大家注意到没有 there are many reasons for this 其中一个原因 就这两段放在一起说 其中一个原因是教育 教育太晚贵了 所以说改革这个系统将会帮助 那这个改革明显是说 说这个教育改革 那里面说的什么考试啊 包括一些什么 其中一个是这个 允许人们作为本科学习 对吧 另外也是两年以后才开始考试 所以这都是说完了 那这两段是一个意思的 那再往后 那the other reason开始了 第二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教育 现在你真脑子里面非常清楚 第二个原因是什么 第二个原因说 为什么这个花费如此高 那明显要把这个reason和意思 连在一起 就是reason特殊的定义从局 用外引导 修饰这个reason 或者这个定义战争是 同位从局 我觉得同位从局会好一点 因为后面是完整局 对就是reason不是做任何成分 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是具有限制的 guid like 首先这一点在于你 其实你首先你不要看错 你这guid不要看成guide guide是g u i d 就知道 这是guid 然后这里加点like guid一样 像guid一样的ownership 接种 那这个单词你不认识 你不应该认识 你不需要认识 但是你往后读 他说另外一个就是原因是 这个就是名字 核心 意识的后面的核心评论 就是这个 有限制性的 说明它是贬义的 对吧 不好的 像这个guid一样的 一种所有权的结种 对于这个行业 那你这时候 你要知道核心单词是谁 核心单词是ownership structure 这些都是形容词 所以它的如此高的原因 就是这种所有权的节种 那就是说白了 就是公司呗 只有公司有这种所有权的节种 对吧 刚才上文中说什么 big firm 这不 对于这个 the business 这个行业 就是还是 律师行业 那所以这个guid like 你这里像什么一样 你读懂 往后读 没关系 咱们等会再回来 所以他就是说 这个节种 用 说白了公司节种是有问题的 就是它的有限制性的 他说除了在district Columbia 那就是district Columbia 就是DC了 咱们中文 经常平常说的DC 就是华盛顿DC 就美国那个首都那个地方 但他说除了在DC这些地区 不是律师的人 是不能够拥有 may not 不太可能拥有任何的这种份额 对于这律师公司的 所以这时候 你不管这个guid like 它具体什么样子 后面你解释的是 首先第一点是 非律师不能拥有股份 对于这法律公司 然后呢 所以还是讲 this 就是上一句话 非律师不能拥有股份 这件事情 会使得这种费用 fees 非常非常高 和创新很低 作者就开始接着你说 这件事情不太好 那使得这些fees 这里这些fees 那不可能是 公司运营成本 而再说的是 律师的这个收费 这个fees很高 然后同时也有一些压力 是对于改变的 从在这个行业里面 是有一些pressure for change 有一些对于改变的压力 但是都好后面就在 所以说这句话说完了 就没说 但是后面主要意思是什么呢 反对者对于变化 那这句话 主语是opponents opponent后面 这些反对者 在这些监管者之中 regulators 所以你要把opponents 跟insist发出 among 接受短语 但是这些反对者 坚持认为 insist 我们再说一遍 insist的是坚持认为 对不对 坚持就是 坚持你的意见 坚持你的观点 persist 它是咱们平常说的坚持 就是你坚持做一件事情 这样子 大家一定要弄清楚 所以这里说的是 但是虽然说是有一些 改变的压力的 但是 这些反对者 却坚持认为 后面一半这种句子 所以这里很承认 就是动名次主义 从句里面一般 一句话的第一个单词 是动名次 说明就是动名次主义 使得 他们坚持认为 使得这种 外人 就是 Alof从这个 一个法律公司出去 就不再这个 把他们保持在外 对吧 动名次主义 把一个外人 这些外人 明显就说的是 non lawyers 非律师 其实是会把这些 就把这些外人 阻止到一个公司以外 会诸力这些律师的 从哪里诸力呢 从这个压力 来去挣钱 这个pressure 之中 孤立出来 说白的就是让他们 不要有挣钱的压力 这是这个 反对者 坚持认为的 就让他们 就不要有这个 挣钱的压力 而不是 rather than from the pressure to make money 所以这里 相当于说 rather than serve clients ethically 就有道德的 对不对 那也就这里 相当于说 这个make money 和rather than 两个 是并列的 就是说 这个压力 是哪些压力呢 挣钱 而不是 道德 就非常道德 来去服务于这些 所以这句话 告诉你 这些反对的人 opponents 坚持认为 让外人 在这里keeping keeping outside 不是动词 keep doing 咱们再复习一下 keep doing 这才是 保持做模式 somebody keep doing 对 这里我们给他写一下 非常重要一个词组 再一定要把这些东西 你不断的复习 再去达到一个熟练度 somebody keep doing 什么都没有 keep doing 就是持续 但如果你现在说 somebody 或者something 或者是 就是something keep somebody from doing 那这才是阻止 所以现在这些地方 就是这里都是 keep somebody out of 就指的是让他远离 让他保持在外面 所以 保持这些外人 在一个法律公司外面 会 把这些 律师们 孤立 isolate 孤立 关键这些单词 咱们平常说孤立 把这些人孤立 在这里它有兵语的 孤立 这些谁的 isolate 一般from from the pressure 来去挣钱 而不是这个 道德的服务 说白了就是 让他们不要 因为孤立于 把他们从这个压力中 孤立出来 就是不要有挣钱的压力 就能干到 所以他们是这么认为的 好 就是他们反对着 对于 让 非律师人 不当 公司的股东 好 所以这一段话 其实非常简单 告诉你第二原因是什么 第二原因是他的ownership 为什么 因为现在 non lawyer 不能 有份额 对吧 然后反对的人 他是这个意见 反对的人是这么想 然后但是 作者觉得 这件事情 会值得 使得他这个fees 非常的高 然后呢 创新是很慢的 好 继续 最后一段 那事实上 允许 还是在说 这个lawyer 这两段 最后两段 都在说第二原因 事实上 这作者觉得 允许这种非律师 来去拥有股份 在一个法律公司 还是一样 allowing 这些话 多民俗主义 发出有误 允许这件事情 将会减少成本 和改善服务 对于消费者 那豆豪 虽然这里后面 前面豆豪 by doing 也是一样 咱们讲了一万次 by doing 用来做壮语 所以这里 by encouraging 是用来减 修饰 reduce value 和improve 怎么降低 怎么提升服务呢 通过鼓励法律公司 来去使用科技 和雇佣职业化的 经理人 管理者 来去集中在改善 这个公司的效率方面 所以后面 这by doing 非常经典的 用来修饰 减少成本 和改善服务 是用科技 或者用这个 来去雇佣一些 职业经理人 对吧 来去集中在 提升这个公司的效率 那这些效率 就是工作效率 OK 所以这些作者觉得 还是你允许一种 非律师来去 用股份是好的 可以减少成本 提升服务 那毕竟 在其他国家里面 比如说澳大利亚 和英国 那主语是 other countries 毕竟在其他国家 都已经开始 来去自由化 他们的这个法律 职业了 法律行业 美国也应该跟上 所以这些作者觉得 美国应该跟 其他国家一样 来去liberalizing 自由化 这个法律行业 OK 这篇文章 我真的觉得 这个框架非常清楚 第一段告诉你是 美国现在很多 关于法律的抱怨 对吧 client complaint 然后第二段告诉你 现在在美国花费很多 为什么抱怨 因为在美国 你要请律师 花了很多 同时 很多这种graduate 现在也去不到 大公司 所以变成了 一个非常昂贵的 一个噩梦 还是在跟你解释下 为什么抱怨多 然后开始 下面四段 分别分两段 给你解释一下 这件事情的一个原因 这是不是标准的 一个总分 这是一个总 对吧 然后后面的四段 都是原因一 reason one 然后后两段 reason two 分原因解释一下 原因 然后怎么解决办法 或者怎么样的一个 就给你分开解释 OK 所以当你把文章 读到这个份上 咱们开始做题 第一题 他问你是 这个很多学生 来去take up law 那现在拿起这些法律 作为他们的职业 是因为 这里原文中 说到一个很多人 要去pile into 记不记得 又使更多的学生 来去挤进这个法学院 让上文中说的 最高 最好的律师 是挣了很多钱 这件事情 OK 那这句话 咱们再读 他说 原因是在于 due to因为 对吧 因为这种 逐渐增长的需求 来自于客户 文中没有说过 来自于客户的 需求 对不对 B 逐渐增长压力 对于通货扩张 这也没有说呀 C 记得前景 在大公司里工作 这就好像看似的是对的 但是原文中 人家说的是 你看一下 就是有没有挣钱 人家说的是 挣了很多钱 又使挣多人来去 选择法学院 那也不是在大众司里工作 大众司里面 就可能会挣钱 但不一定 没有明说 你再掺地 是这些吸引力 对于这些金钱上的回报 那这明显是挣钱呀 所以只能选择 对吧 二期 第二题 他说 下列哪一个选项 增加到了这个法律教育的成本 花费 在大多数美国州里 那这个时候 同志们 就这段明显在说的是 这部分 仅仅只有一条道路 对于一个律师 首先一上来 才是四年的本科学位 在一个不相关的专业里 然后呢 是一个三年的法律学位 在其中一个两百者 法律学院 然后呢 这法律学院是被这个协会所认识的 最后一个是非常昂贵的准备 对于这个考试 这里人家说的是 Expensive Preparation 准备这个考试 需要花很多钱 All right 那这个时候咱们读 第一 更高的这个学费的费用 对于本科学业 人家说的是本科 其实是不相关的 Unrelated subject 所以这的话里面 这个本科学费 反而是没有增加到 这个legal education 因为本科都要上的 对不对 本科是不相关的 所以没有增加到这种 法律教育上 A B 他说是追求一个学位 Bachelor degree in another major 那这里有一说一言 我觉得是这个可能出题的人 他原文中其实说的是 一个严格意义上来 我的认为啊 是刚才我讲的时候 是说的是这个研究生学 一般在法学院里面 大家去上完本科以后 然后是law school 这部分 实在说的是法律学位 三年的一个法律学位 在一个法学院里面 那这个时候 而且是另外一个 就是专业了 这个时候 我感觉 要不就出题人 觉得他 这里还是一个学士学位 相当于说你是 重新来去学了一个法学院 作为一个学士学位 这里 而且是在另外一段 也就跟原文中说的是相符 只不过是我跟大家说 这里在我看来是一个研究生学位 但其实是法律学位 算是一个学士学位 最起码这句话 或这题目 是全文中 是相符 然后你再看C 如果你不确定 C的话 B的话 是录取的批准 来自于这个法律学位 那明显 这些录取 怎么可能收费 你考过去考试 人家准备是收费 对 然后D 接受训练 被职业的一些学会 那也没有说 没有说我接受训练 对 参加了考试 你就会成为律师了 哪怕你接受一些训练 但是原文中 没有说我 Receive training by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所以这里应该是B 就是 只能说是ACD 都是错的 然后这个B 这个bachelor degree 我得可能稍微了解一下 可能这个法律的法学位 它其实沿着一上来说 还算是一个学识学位 好 然后28 Hindrance to the reform 这里这个 首先一上来 这个单词 我其实不太多 咱们讲了这么多 很少这种题杆里面 有这种词 但是你要判断出 原文中说的这种 改革 但是你要判断 这个Hindrance 这是名词 名词也就是 整个题目的主语 这个名词你不认识 这个东西对于 因为兔还是箭头 对于改革 在这个法律系统里面 这个Hindrance 你要判断出来 是来源于 发书中 那原文中 同学们 说到这个改革 一共就这么几句话 第一首先说改革 就是很有用了 对吧 然后这种合理的想法 是已经有一段时间 但是 这个掌管这个职业的机构 是非常的保守 然后来去试试他们 其中一个想法是这样 另外一个想法 这都不说了 然后呢 然后呢 等一下 还有一个债者 说明这个原文中说的是 这个 一个教育债者 另外一个是 这个股权债者 你可以不允许 非律师来去成为 股份股东 然后这里说有一些 这个压力 来去变化的 那这其实也是for 这个变化 对于否定的人 反对的人觉得 让他们可以 免受这些压力 好 那这时候 你 至少你要读到的是 这个东西 对于改革 原文中 其实没有说支持的 你说的是 反对 这三次 hindrance 阻碍的人 是来源于什么呢 来源于 那这时候 A 他说 非职业的 职业者的 非常尖锐的批评 从来没有说过 非职业者的 批评 这篇文章 B 律师和客户的 强烈的一个 抵制 resistance 这里 这篇文章中 也没有说过一些什么 就是 客户的 强烈抵制 关于改革 对吧 可能第一段 说了一些客户 很多抱怨 但是关于改革方面 从来没有说过 客户的一些意见 C 这种 rigist 私办的一些机构 来去掌管 这个 管理这个职业 那不就是原文吧 对不对 这里是真原文 一些字都不再变了 对不对 government 说的是 说改革 这里 看 but sensible ideas have been around 但是这些机构 州级别的这些机构 什么机构 掌管这个职业的机构 是太保守 以至于 不能实施他们 那不就是 rigid 比较死板的 这种机构 掌管这行业 对吧 这种股权的结构 这种股权的结构 guld了 这个词咱们 其实刚才我没有讲过 忘了讲 guld的这种词表示的是 同行协会 这里 is an organization of people who do the same job guld的来 指的是这个 就是你这个行业里面 这个协会里面 这个机构里面 所有人 只能是做一样的工作 所以刚才这么说 是非律师 不能拥有 一个公司的股份 那也就意味着 里面拥有股份的老板 都是律师 所以这不就是 统业的一些 就是里面所有人 都是干一件事情 那这种人要guld 有些其他翻译吧 行业协会啊 什么什么 你在这个行业里面 只有是 做这件事情的人 其他人是不能拥有股份的 guld OK 然后 这是这单子 所以这里他说 在律师行业里面 这种股权节奏 其实是被认为是限制的 一部分上是因为 那原文中 其实说了几个事情 对吧 现在限制是 降低这个创新 然后会把这个 行业的费用提高 那 还有什么什么 这个 还有什么 就使得这种非律师人士 反正不能去 最后一段 是不是说的 你使得这种非律师行业 去用股份 其实好的 可以用来很多事情 降低这么成本 什么提升服务 那他现在不让这些人进来 然后咱们看 阻止 一部分是被认为是限制 is considered 后面这些家的形容词 被认为是限制性的 一部分上是因为 那这些it 明显是这些节奏 因为这些结构 会阻止律师 来去获得一些 合理的应得的一些利润 这里 没有说过利润 这个单词 权文中也没有说过 会阻止律师 得到一些利润 对吧 就没有说过钱 你确权文中说的 最好的律师 挣了很多钱 但是没有说过利润 没有说过这个 也不是在说的 是结构 那一段里面 那一段里面 就没有这个利润 这个单词 然后B B他说 还是Keep lawyers from 这里他们刚刚说了 Keep somebody 阻止律师 来去持有 法律公司的一些股份 那这不是相反的吧 人家是 原来是 文写的意思是 只让律师成为 法律公司的股份 持有的 这里为什么是阻止的 OK C aggravates 恶化了这个 道德上的情况 在这交易 这一段 有但凡说了一个道德 但指的是 让这些律师 免受这压力 再去挣钱 对吧 而不是这种 道德上服务 这个客户 但是从来没有说 这篇文章 还是你要把题读准 人家说的是 股份 就是拥有这个结构 会怎么样 但是这股份 这个结构 不会恶化 这个道德的情况 反而是提升的 因为他们觉得 对吧 是 你不让这个 让这些律师 免受这个 挣钱的压力 所以说要去服务 道德上 更好的服务客户 那所以说 这不是 aggravate 这篇词 大家还是可以记一下 aggravate 就是把它导致 变得更坏 对吧 然后这篇词 我建议大家 跟这个 deteriorate 一起记 deteriorate rate 评写 现在越来越不太行 这样都是做 把这件东西 搞得更杂 搞得更差 ok 然后d 他说 这件事情 一定上是因为 禁止外部人员的参与 在这个行业里面 那这不是 最起码是 原文吧 因为他就 被认为是限制 不让外人来去参与 不让外人参与 外人可能会带来一些 更好的事情 对 只有这一个是原文中提到 这些都没有说过 特别是这些 原文中说的反而是 你去更好的服务 更有道德的服务 而不是aggravate 好 三个题 在这个 就是文章里面 这个作者 他说的是 主要讨论 meanly disjustice 这个时候还是一样 对吧 就是说白了 你对于一个 全文的一个 总体的一个框架 对吧 全文中一个 总体的框架 那是在说 咱们正在说 一上来就已经说清楚了 现在美国的这些 客户抱怨很多 对于律师行业 然后反正是花费很多 然后反正毕业生也不太行 所以后面 都在这里说的 原因一 原因二 那整个这篇文章 就是这 在画的非常大的总分 对吧 总不就是主要意思吗 就说这个问题 就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分别怎么解决 或者是分别 原因一是什么 怎么解决 原因二是什么 然后还能怎么解决 OK 那这个时候 你看到后面 先看ABCD选项 对不对 你别 对不对 这里 你别看这ABCD选项 四个词非常长 这时候就考验 你能不能在语法上 你先读对了 ABCD 我给大家稍微 大家现在读这种考试的时候 你先看一下 这ABCD 分别是单词 还是句子 如果是句子的话 那你要读到竹卫兵 如果是一般都是名词 那你要找到那个主要名词 那大家稍微一看 其实你会发现 ABCD都是名词 所以说这时候 你要找到那个核心名词 你看一下这篇文章 是不是讲那个东西 A 他说是错误的拥有制 对于法律公司 和它的原因 那原文中提到拥有制 但是不是原文中 主要讨论的是拥有制 对不对 B 这篇文章作者 是不是主要讨论的一些因素 这些因素 我觉得 虽然说这原因占大部分 但是有可能对 对吧 然后你看一下 后面说 这些因素 会帮助使得 就是帮助做成 或者是 形成 一个成功的律师 在美国 全文中 是不是在说 这个帮助成为 一个好律师的一些因素 那全文中 如果你要想成为一个律师 应该做这件事情 然后你或者 再做一些其他事情 但是原文中 说的是这些问题 然后原因 一是因为 这个法律教育 花费太贵了 对吧 第二是说的是 这个股权制的 拥有制的有问题 但是从来没有说 做成一个成功律师的 一些因素 然后C 首先一上来 这个问 或者咱们先看D吧 D一上来 它是一个角色 对于本科研究 在美国的法律系统 从而这些角色 我感觉我就不会选 因为这篇文章 不是在说角色 是在说问题的 那问题是不是 just say a problem 在美国的法律行业 和对它的解决办法 那这篇文章里面 分别说的原因一 其实里面就会 有解决办法 对吧 就是怎么来去 这个教育费用涨低 然后原因二是 因为这是股份 但是怎么解决 让这些非律师 参加进来 所以这篇文章 不就是核心 在讲的是问题 第一个核心名词 第二个名词是 solutions 就是圆化了 say OK 今天这篇 我觉得还是 读起来比较轻松的 但是还是希望 大家学到一些东西 欢迎大家三连 然后评论 发弹幕 感谢你们 希望 你们下期再见 拜拜 欢迎来到B站干货之王挑战 讲完所有英语 考验的视频 环节 我们今天已经来到了 2012年的Test4 然后今天的文章 可能给2012年四篇文章 收支尾 但我同时 同样觉得 好像这一年 没有那么的强度大 我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 相似的事情 但是今天 这篇文章里面 会讲一些非常重要的 生活的常识 这些常识 会在你以后的文章之中 或者是生活之中 会遇到一些东西 今天我觉得 这反而是重点 因为你在以后的文章里面 肯定是以后的真体吧 不一定在你几年考试会碰到 但是以后的几篇里面 你肯定会见到这些逻辑的 好 All right 说话不多说 我们进入文章 那以上来 第一句话 其实就是我想说的 说一下这些Union If the trade unionist 这个Jimmy这个人 还是活着的话 在今天 这是标准的一个 正常的虚拟区 就是War 在这里是在今天 如果 他今天活着的话 这里其实我画下去 不是想讲这个虚拟区 而是想讲这个Union 这词 我不知道大家 现在可能大部分人 从于是学生吧 对于这个 工会这些东西 你怎么看 或者具体的认知 是什么 如果长话短说 用最简单的语言来去描绘 在英语里面 或者国外的工会 你可以把它看成是跟老板 对抗的一个组织 老板是 就是反正发融资 或者什么 就是创立一些公司 但是工会是把老板的 对立面员工们 团结在一起的一个组织 就是一般在一个公司里面 前几天不是那个苹果 在新西兰澳大利亚 就他们就是有一些这个 当地苹果的员工 一起组成的一个工会 那这个工会 那肯定是跟老板对着站的 为什么 因为他会跟一些工人 就是争取一些福利 争取一些反正的事情 然后老板可能不愿意 对吧 然后双方之间就会产生一些 就是谈判或者 所以最简单的事情 你要把工会跟老板看成对立面 工会是站在这个员工的角度 老板是站在老板的角度 这是很重要的逻辑 然后再往后 所以他这里说 如果这个是贸易工会主义者 这个人还活着的话 今天他很可能将会 不是将会很可能代表 sail servant 这里也是咱们今天 再复习吧 现在英文里面表示 这种公务员 唯一的一个说法 sail servant sail servant 这单词前几天 他还说是文明的 对吧 就非常礼貌的感觉 civility它的名词 这也没什么说的 这种公务员 实际上是中国的人数会多一点 因为很多行业都有 就是这个行业 但是公职员在国外 其实倒是 因为大部分还是私企 但是sail servant 就表示为了政府一些机构 工作的一些东西 好吧 然后再往后 所以这句话 你读完了以后 你要知道的是 如果他今天活着的话 他会代表这个公务员 那也就意味着 其实相当于 这第一句话 就跟你说 现在这个公务员里面 很多人都想成为 或者都想来去建立公会 这就大家可以 带着到吧 就是你要知道 这个还是国情都比一样 国外是公务员 公务员是为国家服务的 但是公务员也会组成一个 类似于公务会的这么一个事情 那就是如果是公务员的话 那公务会就是代表公务员 他对抗的可能就是政府的一些公务 我也不是对抗 就是跟政府这个机构 或政府的一些 就是工作的地方 来去形成一些对立 大概是这样 所以很可能会代表公务员 当这个人的 你要注意到一个细节 在于这是大写 那说明他是他的公司 或者他这里说的是公会 商业 公会主义者 原来可能这是公会吧 当他的公会在他的鼎盛时期 在1960年的时候 仅仅只有一个 那这里 1 in 10 十分之一的美国政府工作者 是属于一个公会的 那这里刚才我说 现在大家还是把它盖到 哪怕是公务员 他也可以形成公会 然后这里咱们今天 非常重要的一个词 是这个prime prime这个词 首先它是有形容词的 形容词和名词 都表示这种最佳的 最佳状态 或者说白了就是best 然后这件词 如果特别是 咱们今天见到的 这个终于搭配 in one's pride 去用来形容什么 运动员是最常见 当运动员在 他巅峰状态的时候 in his pride in her pride 就用最佳状态 鼎盛阶段 in one's pride 所以这里说的是 当他的这些 Timsters 在他的鼎盛时期的时候 在1960年只有一个人 一个美国 这是美国的政府工作者 属于一中会 但是呢 现在36% 那这里这个度是非常清楚 是并列这个belong 那这里这个belong是过去 在1960年的时候 那现在呢 现在是 对 alright 继续 然后 那 还是一样 这句话 是不是一个具象 具象是为什么 为了 第一句话服务的 第一句话照说 你现在很多公务员 是公会代表的 所以马上给你举个例子 1960年只有十分之一 现在36% 然后继续 在2009年 这个公会主义的数字 数量 那这句话的主义是 the number the number 那么是unnumbered 而不是量子 后面的那次的主义 那这里说的是 数字 在这个 就是公会主义歌 在美国的公共行业 这个数字 past 对吧 这里非常重要的细节在于 past是位语 对不对 但现在核心兵语 是that 因为后面就是off 能用来形容这个that 那这时候你要 首先你不要着急去读后面 你先要理解到 你这里就是that 是来代替谁的 因为说的是 超过了 他们fellow member 就是同样的成员 在私人行业的that 这里整个核心兵语 这么长的词 就是唯一核心词是that 所以这里that 明显代替的是 上文中书的一种 你一定要去上文中书 这里很明显 我希望你可以带到 是公会主义者 或者是整个 这个that 也不可能 我觉得代替 number 它本身也是带有着这种 因为说这是 公会主义者的数量 所以整个现在这句话 应该说的是在2009年 公会主义者 在美国的公共行业 超过了 他们在私人行业 就是 fellow member 也相对说 或者你可以把这个fellow members 可以理解成unionist 因为这个fellow member 就是同样的人 或者我的同胞们 我同样的事情 然后这个that 单独看成是number 一样的意思 所以在公务行业的 公会主义者 超过了 四人行业 那什么叫public sector 就是公务员 为国家 为整个公众服务 so service 所以第二句话 两个例子 这句话跟第二句话 第三句话一模一样 就告诉你 就是现在公务员 有很多公会主义者 然后继续 再是一个句话 在英国 超过一半的公务会 行业 public sector 工人 but only about 这里 就是我想跟他说 这个地方 对不对 我感觉很多同学 可能会读上 那个not only but also 但是你看清楚 这里不是but also 是but only 也就是说这里 超过一半的公职人员 more than half of public sector workers 这现在前面是一个名字 有超过一半的公务行业 的公务人员 但是 仅仅只有 百分之大约 15的 私人行业的公务人员 那这个once 代替 walkers 也就是先们 目前为止 我希望大家看 这一群 你可以看到 是两个名字的并列 第一个是 这一部分 然后呢 但是 只有 这个only是只有 about在数字前 咱们再讲到里面 是大约 仅仅只有大约15%的 私人行业的工人员 然后这两个 超过一半 但是只有15%的工人 私人行业 是被 工会化的 这只细节 我觉得大家还是要读清楚 读词信 再说一遍 没有词信就没有意思 只有 有了词信才有意思 这里你判断出来 more than half of 就是量词 所以 public sector workers 然后这个but 是转折的意思 在于 这里就是一半 但这里只有15% 这是一个两个名词的柄 名词柄也是可以用but的 不光是只有and or也可以 but and or 这三个词是意思 词性完全一样 不是意思不一样 但是词性是完全一样 你可以说a and b 你也可以说a but b 可以说a or b 所以第一段 其实非常简单 就因为后面三 就是你现在大家读这种文章 你一定要知道 它说什么 那明显后面三句话 都是例子 例子是这样吗的 三个例子 对吧 例子都是为了解释第一句话 第一句话就是说 现在civil servant 公会化了 没了 ok 然后继续 第一段 然后马上 第二段开始 第一段一上 There are 有三种原因 对于这个公共行业 公会的繁荣 那特别 你这里 还是 我昨天讲 像这种段落 你整个直接分 就是总结 这一段的时候 就非常简单 公会化 现在公共行业 公务员 公会化 的三个原因 three reasons 二 然后你开始 就接着一个一个读就行了 第一个 他们可以来去把一些东西 关闭掉 那这些类肯定明显说的是 public sector unions 就是公共行业的工会 可以把事情关了 然后without 咱们再强调一遍 一般情况下 后置都是做壮语的 也就是用来形容 这句话 位于shut down 怎么可以把这些事情 关闭掉呢 在不会遭受太多的情况下 你先别往后读 你先把前面读懂 without suffering much的情况下 可以把事情关了 所以说这些公会很有用 然后后面 in the way of 表示以什么什么的方式 那现在这里 还是一样 in the way of 就是以这个方式 来做一些事情 还是做壮语 但是这个壮语 就不是说前面的这个 shut down 因为现在这个壮语 是在这个借词短语里边的这个suffering 这也是个动词 不必是它动名词 也就是说 说来形容是suffering 那后面说的是 这些工会可以把事情关闭 什么情况下关闭呢 在不会遭受太多的情况下 怎么 什么情况下遭受太多呢 以这个后果的方式 遭受太多 在这个情况 他们不会发生 不会发生的这种情况下 工会可以关闭掉 这时候你脑子里边上来绕一下 说白了就是 这些工会可以关闭一些事情 但是不会遭受太多结果 就这么讲的 这个第一个原因 马上第二个 second 工会还是一样 第一句 就一句话的主语是 代此 they 那应该是上一句的主语 上一句话也是they 那就是再上一遍 unions 然后这些工会呢 是大部分都是 bright 聪明 和受教育 那是没什么说的 就是说白了 这些they 应该是工会里边的人吧 对 然后马上 culture of American 就是举例子了 第二 说的是受教育 非常聪明 四分之一 美国公共行业的工人们 是有一些大学 文凭的大学 degree 这标准的距离 OK 第二 然后第三者 they 还是这种会 现在已经主导了 左到右 的政治 那这里 我们今天 另外一支细节 left of center 你们们 那说白了 其实就是中间的左边 那 这里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逻辑 在于 英美政治 英美政治里面 一般分成左和右 这就 我希望大家 以后的文章里面 一会儿 会说到 再到这些点 下次可能反应快点 就是 包括在英国 咱们就这里先说 其实英美是一样的 就是 左 你可以这么理解 就是 是代表群众 然后呢 代表群众 那就是为了 群众来去 做出一些什么 福利 谋求一些 什么权益 谋求一些事情 对不对 如果在美国的话 你要知道是哪个党呢 是民主党 democratic 就现在 这个拜登 那个党 然后呢 关于 有些情况下 经常是在 这个 税收方面 以后很多文章里面 都会关于税收 那关于税收 这方面 你要知道 这些人肯定是 希望增加税的 但是为什么呢 因为是 不是增加他们的税 因为很多人都是在 那种税务线以下的 他是想需要 给企业加税 给这个富人加税 OK 然后这是 左 他站在群众的角度 那右 那就是对立面 他是站在什么 站在企业 或者精英 大战略 我是笼统说一下 肯定 精英 然后同时 在如如在美国的话 就是川普那个党 Republican 同时 那明显 在税收方面 川普 是提倡 减税的 给企业减税 给富人减税 那这里首先 我希望你可以盖到 就是虽然说 在座的各位 才能大部分 都是觉得是这个 你这么说的话 肯定是要向左 比较多一点 咱们就是平民到外信 但是你要知道 这个右侧的这些东西 它不是没有道理 比如说这篇章 咱们一会读到 就明显是站在这右侧的 站在就是右边的 为什么 你要知道 就是特别咱们这种 来减税的事情 就川普希望给这个 他 你看似给这些 她的富人 给他减税 或者给企业减税 但你要知道 为什么这些企业减税呢 是因为企业减了税以后 企业就可以 有更多的钱 来去招人 有更多的钱 来去扩大投资 有更多的钱来去 就业 增加就业 那这样的话 其实大部分老百姓 也是生活可以正好 就站在这个角度 能知道吗 他不是说 就是给那些 就是老板们 钱又更多了 不是的 他公司减了税以后 公司又可以 更多的人可以招人 招了人以后 那可能相当于说 就是老百姓 反正也会受益 大概是这原理 好 然后 稍微一点细节 所以他这个地方 你要判断出 他说 现在这些工会 那明显工会 是特别在公共行业 公共行业 占据了这个 左派的政治 然后继续 一些他们的这个关系 已经主导了 左派的政治了 那就是一些这种 现在工会里面的关系 go back 可以往前 推很长时间 可以往前 这关系很厉害 对吧 推很久 马上 举例子 具象 英国的工党 as its name imply 正如他的这个名字 所暗示到的一样 这些s在这里 明显是 连此表示正如 imply 暗示到 那因为工党 工人阶级的党 所以英国的工党 是这话的主语 正在这 英国的工党 已经很长时间 被关联 associated ways 和贸易的 工会了 就是告诉你 为什么左派 左派是工党 英国的工党 是左派 然后站在这个 工会的一面 站在这个 工人的一面 同时继续 他现在的这个 领导 那这个意思就是 工党 上一句话主语 上一句话主语 他的现在的领导是这些人 然后 所以 Leader和Oath 要在一起 然后这些单词 咱们今天 要承诺说一下了 就是这些单词 怎么说呢 如果你要看它 还是说白了 你要跟它的冰语 放在一起 如果这些单词后面是钱 那这是第一个意思 就是 欠 一般都是欠 欠别人钱 或者是 Ow me a favor 欠我一个忙 欠了你别人 给你一个 东西 对 You owe me 30 dollars 你欠我30美元 那这只能是钱 所以你一定要看它怎么用 这是急语动词 然后呢 这单词 另外一句是 怎么说 比较常见的 是 O 比如 somebody O something 而故意搭配 Ur to Oa to b 那这时候 你可以把它记成 把 a 归因于 b 或者这里 其实也是欠 就是你 你 你欠这个a 的一些东西 然后来去得到的这个b 就相当于是 我得到了 我把这个a这件事情 归因于的b 这里我建议 大家还是 要是绕不过来 你就继续搭配 就它一般都是 固定搭配 就是 就是 Ow me to be 把a 归因于是b 然后 这第二 第三个 另外是这么用 Ow me to 那这里 大家可以看看 借次 借次次度 那就等于 because of 这里我专门写的是 because of 不等于 because because是连子 because of 它是借次 所以 那这里 他说 现在的他的领导 Ow's 他的位置 他的位置就是领导位 然后后面是 to 所以这里是 归因语 就是现在他的领导 把他的这种 现在当成领导 这个位置 归因于 投票 这个投票 就来自于公共行业的 工会 所以告诉你 这个人 之所以能当领导 就是因为工会的 这个知识 所以还是告诉你 现在英国的工党 就是工会 这个占据 第三个原因 所以这段 特别非常简单 三个原因 你自己可以 一 是什么 可以关东 关事情 关闭一些事情 不遭受后果 二 二受教育 三 就是占据的政治 左派的政治 继续 这两段 同学一上来 就告诉你 就是非常简单的 两段 读起来 非常思路明确 第一段 就是现象 现象 现象公共行业 公会很盛行 第二段 为什么 然后再往后 at the state level 在这种 这里应该 如果是在 美国吧 你后面参加加利福尼亚 应该是州 如果在英国 就是国家了 在这州的级别 他们还是说 公会 公共行业 公会的影响力 可能是甚至 更加令人恐怖 你就从这个 fears song 你也可以读到 这个作者 是站在 这些公会的对立面 不然的话 他就不可能 用这个fears song 很恐怖的 很可怕的 对不对 他的影响力 这个人 是这个 中共关系 和中共策略 激咒 对加利福尼亚 这些激咒 大写 所以这些人 你要直接 破分枪 都在一起 这些人指出 同学们 这里 你就不用读后面 我想问一下 你现在自己 要有这种概念 就这句话 明显 他们的影响力 是增加的 令人恐怖 然后马上 具体一个人 这个人指出 那你猜后面 你觉得是什么意思 同学们 我想让他强调 这不是技巧 这是逻辑 这就是 你读到这里 你应该猜到 就是正常人 都这么写 上文中说 他们的影响 上一句话 影响力是非常大的 非常可怕的 然后这些人 就指出 而且这些人 还是public policy institute 所以后面 你哪怕这时候 就是你如果 后面没有读懂 但是你要按照 这些网子 这个逻辑上去推 那明显 这些人指出 就是他的影响力 可能是比较可怕的 我已经取了例子 说明 总而言之 是明显的 为第一句话服务的 这些人指出什么呢 大部分 这个州的预算 budget 都是被 巡逻的 被这个 公会 那这里我之所以 我就翻译成巡逻 也是因为 你如果 这段次需要记 就表示巡逻 或者巡查 检查 而在这里 你如果做翻译 就能翻译成 他们的预算 是被检查 被监督 被监转 这都OK 但是这里 如果你认识 patrol 我觉得 大家在读的时候 你没必要太纠结 这意思明白就行 OK 然后那是不是 这样我说的 他们大部分 这个州的预算 都已经被工会所 拿捏 对吧 所以监管 那是不是在说 他们的影响力 增加的令人恐怖 例子 这是我说的 就是哪怕你没读懂 你要往这个方向去靠 然后 The teacher 那这里 The teacher's unions 就是老师们的工会 Keep an eye on 就是把眼睛放在上 就像那样监管 就是顾忆搭配 不说了 The schools 这里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应该是有个票 S票 或者票S 你看这里 一只S票 就指的是 老师们的工会 在去监管 这学校的预算 然后呢 这个应该是另外一个工会 这属于 你要判断出来 前面是不是主位 所以说同时 这类似的斗好 那也就意味着 后边 不可能再加一个完成 除非有并列 那这个时候 你先判断出来 第一点在于 前面是 Keep an eye on 最终的解释是on 然后同时这里 The CCPOA 这是大写的 那你要知道 这里明显应该是 或者你判断出 就是on person 就一般说 在监狱里面是in person 在这里有着on 我希望大家可以快速 就是用你的经验也好 或者你的 今天你知道也好 你可以判断出来 这里其实是 动词的并列 但是把动词省回到 所以说这个是 CCPOA 也是一个 其他地方的工会 这个工会 是Keep an eye on Keep an eye on persons 就是说 这个工会 是监管 监管着监狱的预算 那如果你把这两句话读到 第三句很简单 然后第三者 还有同时 以这种这样 劳动力的组织 是在监管着 医保的预算 那这三句话 其实理论上 是三句话的并列 是可以的 然后同时 这三句话都用的 同样一个位语 所以把后面两句话的位语 都省略掉 只留意着最后 就是借词段 OK 所以这句话 也非常简单 就这个作者开始说了 他们在这个 州的级别 州 的影响力 也很大 而且恐怖 然后继续 那在很多发达国家 平均工资 在这个州的 在不是 在这里是state sector 刚才一定要反映很快 这里state level 就在一个 因为后面不是有加利福尼亚 或者 就应该 理解成国家级别也可以 但是 这个地方 in the state sector 那就变成国家行业 什么是国家行业 就是公共行业 所以这是他无非进行换 刚才他们用的是 public sector 对吧 这个state sector 是一个意思 就是在公共行业的 平均工资 在发达国家 是更高的 比在私人的行业里 就是one代替的是 前面的sector 所以说是state 对应private 刚才是public private 然后这句话 就这段话 其实说的是 除外的公务员 比私人行业的人 平均工资 要更高一些 但是 那这瞬间 这两句话 主要意思后面 但是呢 真正的 gings 这里 首先判断出 是名词 gings这单词 有动词 那这里 come肯定是动词了 因为这里就原型 所以这些gings 是主语 主语是名词 那你要把它中文 翻译成是名词 但是真正获得的东西 是来到 怎么来到呢 是在这种 好处 和工作 实践之中 这里 你要对比出来 首先 现在这两句话 连接的是一个but 也就是这两句话 是对比 那前面这句话说 平均工资 在这个 州 国家行业 是正高的 比在私人行业 但是 这里 真正的 获利的东西 其实是在福利 我这里已经说公司 或者说公共行业 是真正的 获得的事情 是在福利 和工作实践之中的 所以这里又是 但是 虽然说工资 平均比较高 但是真正的东西 来自于这里 然后继续 很多政客 已经 非常 不断的 重复性的 backloaded public sector pay deals 那这里 咱们平常说 这里专门有着双引号 说明就是一个 非正常的一张词 但是这两张词 我希望你可以判断出来 明显是backloaded 咱们说upload是上传 backloaded 或者download是下载 那这个backloaded 是往回载 就是往回来去拿 那这里关键是在于 你要判断出 现在这个backloaded 是动词 对吧 you have backloaded 那它的B是谁呢 是公共行业的 工资的一些协议 那这个时候 这里 你肯定是 盖得不到 什么叫backloaded public sector pay deals 那这句话 主要意思就是说 政策已经 不断地去 往回拿 公共行业的 工资的交易 工资的一些协议 那你再往后读 你看一下 这个事情就怎么样了 或者你解释一下 keeping the pay 那这里 还是一样 逗号 后面是非同词了 因为前面 主语 卫语 兵语 高正的主委兵 那这个逗号 现在后面有keeping 就是还是 咱们再复习一下 三种可能性 一种前面就是有的deals 然后还有可能是 前面的主语 politicians 还有可能是前面一句话 那前面一句话 就是backloaded 就前面一句话的核心 其实就是那个卫语 这是政客backloaded pay deals 这件事情 发出于非同词 那明显你这三种 都有可能剩下的 你需要去读后面 后面的意思是说 保持这个工资的增长 是一般的 modest 就是这单次 如果说人虔虚 但是说数字的话 就是增长的一般 但是 那这个时候 adding的明显是 真正的keeping video 对 但是又增加 adding to 到了这个 节假日 特和特别是一些 养老金上 这些养老金是已经 已经比较大方 那明显的 同学们 这个非语动词 就只有可能 是前面一句话的 也不可能是工资的协议 也不可能是政客 对 是工 而且这里双引号 就是为了你解释一下 这些政客backloaded 这些pay deals 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backload 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 就会保持这个工资增长 没有那么多 但是 这件事情 会把真正是 加到了 backload这件事情 是加到了这种 节假日 和特别是一些养老金厂 养老金已经是 已经很大方 所以你要判断出来 前面又要主战 就说白了 让工人们 这个 节假日挣多 然后养老金也挣多 那是不是 这句话 是给你解释了一下 上一句话 上一句话说的 benefits 就是 pensions 或者这个 work practices 他们真正的这种 就是 公务行业的福利 在工作 行为上 和一些福利 福利可能包括一些养老金 包括一些什么 就是 节假日 对 alright 然后也就是说 这一句话 这一段话 这个作者还是在说 现在 公共行业 是挺好的 对 虽然就是 真正的福利 平均中资 已经很糟了 但是真正福利 在于这种福利 福利制度 还有这个 工作实际中 然后pension 这三次 这个词 还是大家 你要具象化一点 就是现在 咱们说的养老金 这五险一金里面 是有这个 大家工作以后 可能会知道 但是 ok 然后另外 以后 对我想起来 以后咱们文章中 会讲到这个概念的 我希望你可以知道 一点对于 养老金 是很多 现在就是 比如说 每月你工资 发 发一万 发五千 你会拿出一部分 给到这个养老金 然后这养老金 帮你存着 然后以后 等你老子再给你 再是这样 但是你要知道 你给的这个钱 不管这条国家也好 这条公司也好 在国外 这个钱是放在那里的 然后呢 这个钱 它不会单 就单纯的放在那里 所以说 很多公司 很多国家 它都会有一个 这是咱们 以后文章里面 会见到的 金融的一些事情 pension fund pension fund 就指的是 一家公司 一家国家 这养老金的那笔钱 被拿去做投资 因为fund 就是基金 基金就是用来 就集资 然后做投资 所以就是pension fund 再能借到 养老金的钱 是用来去做 投资的 咱们应该过几天 就会讲到这篇文章 还是之前我讲 我忘记了 OK 然后 所以 但是这段 就是说的是 他们现在 福利很好 作为公务员 继续 那 改革 也已经被 积极的反对了 vigorously 非常有活力 这个词 朋友们 很好记 vager 你只要能把 vager记住 就行了 vager因为中文 咱们有一个非常 通俗欲懂的意思 是吧 中文的 伟格 就是 这段词来的 你可以猜猜 伟格是干嘛 然后 这个vager 这段词 就是表示活力 有两个评解 就 活力 精力 活力 vager 然后 这是名词 然后 形容词 就是vigorous 就是非常具有精力 就活力 那这里 要判断 vigorous fools 是用来形容 这个opposed 反对的 那这里 就是中文 就是出版成语 就是被积极反对 改革 已经被积极反对的 很可能 最臭名 最大化的 最 就是明显的 是在教育方面 这里你要判断出来 这个改革 是什么改革 明显是公共行业 改革 reform 就是 就对于 公会 公共行业的改革 公共行业的 公会的改革 已经被 积极反对了 目前为止 全文就 就说了一件事情 就是公共行业的公会 所以这里改革 那肯定是 公共行业的 公会的改革 但是公会的改革呢 一直被积极反对 很可能 最著名的是 在这个 教育方面 这个单词 notoriously 或notorious 咱们平常说的是 就是说白了 你很著名 但是这个著名 属于那种 就是 不好的事情 著名 臭名昭著 就是成语了 但是你知道本质就行了 然后是在教育行业 逗号 那这里后面 在这种领域里面 后面有着 大概率是定义统句 就是说 这个改革是 最被在教育行业反对的 在教育行业里面 weer这里是 做定义统句 咱们就说的是 在这些教育行业里面 同时后面 加一个完整句子 在这些领域里面呢 这种 Charter School 特许学校 这些学校是 美国特有的 就不说了 大家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但判断说 这应该是学校 对吧 在这些教育方面 学校 学者 或者学术 还有一些 绩效 marry pay 就是marry这单词 就是你可以看成 咱们平常说的 你的优点 你的价值 你的美德 然后 或者你的功绩 那这里说的marry 因为核心单词是pay 大家可以看成 就是你做了一些事情 然后这个 公司 学校 按照你的成绩 来去给你奖励 给你奖金 marry pay 这是工具大费 就是他们中文里面说的绩效 在这里 说白了 就是 在教育方面的改革 工会里面 是最著名的 notoriously 在这个教育行业 这些学校 这些学术 和绩效 都面临着 battles 这个中间这词 你不认得 无所谓 但是你要判断出来 都是face the battles 都面临着一些斗争 你要知道这斗争的明显是工会是一方 然后这个学校就是一方 或者是机动 公司是一方 或者是公共行业的反正是机关 那这都是一方 然后这个drawnout 首先你 就明显是两个词吧 drawn drawn 是这个drawn 就是过去分词 对不对 就是那个拉 drawn 拖的意思 然后这个 这是第一件 第二件事情是out 那些前面是拉 然后out是出来 就是拉 已经拉出来了 然后这个drawn drawn 作为过去分词 表示这些形容词 然后加于联资不正要 就指的是被拉开的 被延长的 被拖延的 这个我觉得 这些词也不是特别常见 但是稍微记一下 但是我说了 这种就是你不重要 但是你抓住重点 是在于这些学校 这些mary pay 都面临着一些斗争 所以告诉你是 改革是被反对的 反对就是你要改 别人反对 所以说是battles 对 然后继续 even though 即使分据加主据 即使分据里面 是有很多的证据 evidence后面同位同据 什么证据呢 再一个完成据子 再套一层 是老师的质量 是最重要的一个变量 variable 今天他们再复习 我弹幕里面 大家告诉我 常量是哪个字 在这里说的 即使有很多证据 已经表明 老师的质量 是最重要的一个变量 这个时候 逗号 even though的分据结束了 有两层 一层是 there's plenty of evidence 第二层是 evidence都很为重据 说了这么多 但是 这里大家千万一掉 把这些证据自己发出来 但是老师们的工会 已经来去斗争 去反对 get rid of 这是投资中用的 还是挺多的 就是说白了 等于去除 get rid of 这个词词 大家不认识 今天最重要的词 没什么说的 去除 应该高中词 然后 但是这些工会们的 老师们的工会是 这里 首先 fault against 是反对 是反对 去除不好的 明显是wans 明显是老师们 不可能是unions 去除不好的unions 上面的附属就是 teachers 所以老师们的 这是我刚才说的 你只要能盖到 这种工会 是为了员工服务的 那这句话 就是读起来非常轻松的 就是即使 现在even though 尽管 对不对 有证据表明 老师的质量 是最重要的一个变量 但是 老师们的工会 是向着老师的 老师们的工会 就已经反对 来去开除 或者排除 那些不好的老师 同时 这里你要判断 还是找并列 promoting是 get rid of 并列 所以说 你要把前面的 都带进去 同时 老师们的工会 也反对 提升 好的老师 那相当于 这里你就明白了呀 就是坏的 不排除掉 对吧 不开的 好的 也不奖励 也不提升 那这会造成 最终就是大家 动力不足 对不对 OK 所以说这一段 朋友们 虽然说这个作者 跟你说的是改革被反对 但其实 这开始跟你说 这个开始批评 就是工会了 对吧 union 而且就是不行 第一个是在 特别在老师的 就很多斗争里面 特别是在 教育行业 这里说是教育行业 被斗争 然后继续 所以这里就是第二段 其实刚才他们总结到 public sector 他的那个 就是讨贷 但这个作者 其实写的是 真正的福利 对吧 是来自于 benefits 和work practices 告诉你怎么好 就反正 而且就是政客们 对不对 是政客总是把这些好的 就是交易 工资的协议 而去往回带 让他们就是工作 只是他们工资 增长的不太多 但是增加了假期 这其实你可以看得到 就是作者 其实也在 虽然说是作者觉得 这些人的福利很好 在描述 但是这个作者在抨击 他们的这个行为 然后这一段也是在抨击 对吧 就是 在教育方面 是改革也被反对的 然后 ask the card 那这里as就这么长 人家是连词 连词一般 我都是随着 或者因为 这两个人完全可以互化 任何时候都可以互化 我就作为as 那这位 as the cost 因为这个成本 或者是花费 那这个to是花费 到每个人的花费 就是everyone else 其他人 那这个其他人 肯定是相对于原文 这篇文章里面说的 工会以外的人 随着这个其他人的 那这个花费成本 已经变得越来越明确 越来越清楚 clear 然后分剧结束了 as 方向同剧 真正的主剧 政客已经开始来去 镇压了 那这里这些政客呢 明显是他的反方向的政客 对 然后clamp down 也是今天一个次度 大家平常表示这些 压制或镇压 反正是抑制他们 clamp down 所以 因为这里说的是对于其他人的成本 越来越招 代价越来越招 然后马上 in Wisconsin 是不是例子 就还是总分 第一吧 政客还是已经镇压了 还是已经抑制了 这些公共行业的公会们 在Wisconsin 这些 很多公会 都已经 rallied thousands of supporters 对 对 这里 你要弄清楚一件事情 刚才你先把 对 这就是千万不要脑补 这句话其实看似简单 其实挺难的 好吧 大家想想这两句话的关联 就是这些例子 为什么可以解释第一句话 第一句话 咱们从前往后读 你不要从后往前踩 你先读到第一句话 说的是 对于其他人的成本 当然我说到越来越明显 所以说政客已经开始镇压 公会了 那你要知道 这个政客镇压 肯定镇压公会 让公会不好 对不对 让公会就是 反正让他们限制一下 但是第二句话说的是 Wisconsin 很多公会们 已经聚集了 召集了 数千的支持者 thousands of supporters 来去反对 或者 against 这些聚集者 都是反对这个人的 这个人是谁呢 是hardline 就是这里说的 比较硬的 路线比较硬的 Republican governor 这句话就 需要你 首先第一点 get到 rally 这单词表示聚集 作为动词的时候 这单词 其实今天重的单词 第一个是 把谁谁团结在一起 就让很多人聚集在一起 干一件事情 rally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咱们 就我不知道大家听过 那种比赛里面 拉力赛 把很多人发在一起 就拉力 汽车比赛 或者自行车比赛 其实就是rally 就是这个名字 第二点 第三点 在经济数字 股市里面 rally这单词 表示价格回升 或者就相当于 复原 恢复建长 那就是说人的 但是说 就是在股市 就是价格回升 经常会大跌以后 什么stock market rally 就是大涨 就是这种感觉 这个词应该是 今天咱们重点单词 但这句话里面 这个rally 表示聚集了 所以他这里说 在微信上行 这些工会们 已经聚集了 数千的支持者的 就是反对这个scott 这些人的 然后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 这个scott walker 是republican governor 这就是刚才 那个细节了 这东西 你要不理解 根本就没法读了 republican干嘛 republican是用 工会是组 所以republican 是跟工会 做斗争的 所以这句话 你要概念到 就是因为 工会 已经聚集了 很多人 来去反对 这个scott walker 这个scott walker scott walker 是反对工会的 那所以说 从侧面意思上 是不是告诉你 政客们 已经开始 限制工会了 因为限制的工会 工会才会 召集很多人 来去反对他 这其实是 反面的一个例子 这能让我来 特别是republican 这些线索 governor在美国的语境下 就是州长 然后这些hardline 大家可以理解成 它强硬的 就是线很硬 所以大家要把这两句话的关系读到 然后同时 但是 很多 那后面是within了 这个manage就带子 很多人 一般来说 首先你要想 但是很多人 在这个 公共行业里的很多人 他其实也会 suffer 那这些单词 咱们刚才说 你见到一个单词 suffer from 对吧 这单词 有一些非常重要的细节 它既可以当 激物动词 也可以当 不激物动词 就是比如说 somebody suffer 那这时候 你要知道 就是不激物动词 就是这人会遭受一些 遭受的苦难 或者是遇难 或者不好的事情 那如果你想说 suffer什么 就是这个人 遭受什么事情 那一般都是suffer from 这是相当于 激物动词 但是他可以当 不激物动词 而且这里 你要判断说 虽然后面有这under 但是这个 没有这个攻击搭配的 所以这句话 其实就不激物动词 从这里 但是很多 在公共行业里的这些人 其实就也会 遭受的 在什么情况下呢 在现在的这个系统里 也 所以 赵素 你相当于说 还是在说 这个 这个butt 跟谁转折 跟这句话转折 因为中间 这是例子 就这两句话 其实已经 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 一个意思 就是 随着其他人的成本 代价已经变得明显 所以说政客们 开始要去 镇压这个共会 对吧 但是 哪怕现在 在公共行业里边的这些人 就不是everyone else 是在本身 就是公共行业里边的人 他们其实在 现在这个系统下 也会 suffer OK 所以 这一段 这个作者继续开始 抨击 工会 然后政客 politicians 已经开始来去反对了 所以很多人 就很 工会召集了很多人 来去反对 这是政客 继续 然后马上 一上来 这段就是人 就是具象的 这个人是哈佛陈琳迪的学校 学院的 然后这个人 points out that 并且从去 指出 里面指出什么呢 这种norms of culture 正常的文化 这些诞词 对不对 norm就是normal的名词 那么比较 normal就是正常的 formal是 每次正常诞词 在这件事的时候 formal是正式 就什么叫正式 比如说你今天穿的很正式 什么西装领带什么 这些东西 但是normal表示正常 什么是正常 在具象化 你每天早晨起来 都是先刷牙洗的 这是normal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每天都是吃饭 吃三顿饭 normal 你不吃饭 它是abnormal 所以这是形容词 但是名词这个事情 表示常态 有正常的事情 所以有一个非常好用的 或者是一个短语吧 就什么什么 become the norm 就这件事情变成了 一个非常常见的事情 在写作文的时候 你可以用一下 试一下 什么什么已经 就是你想说 这件事情很常见 这件事情 has become the norm 已经变成了 一个常见的事情 变成了一个常态 大家现在应该都知道 某些事情 是吧 OK 然后到后 所以这里他说 这个文化的norms 这个核心的主语是norms 就是正常的事情 在西方的这个公共服务里 那首先目前为止 这么长 都是主语 核心词是norms 文化的正常事情 在西方公共服务里 所以说你要把这些suit 位于站在一起 这些正常的事情 其实是迎合 或适合这些人的 什么人呢 第一种句 想要去 待在原地不动 那这个stay put 大家想要一个场景 大家经常看一些 电影里面说 是不是强占 警匪打仗 然后经常说 有人 you stay put 就你待在这里不动 待在原地 再去蹲掉 什么的 stay put 这是非常常见的 固定搭配 没什么说的 这些put 也不是放力的 这里stay put 你这些人形容词 待在那里不动 stay put 所以常常说 在公共 这里这些说得很清楚 是公共服务的 文化的常态 适合那些 想要去待在原地不动 不进步 对 适合这些人 但是 是比较坏的 这里 这里我感觉 因为 有一说一 我感觉 语法有点错误 因为语法 这里是逐语是norm 我不知道是我的版本的问题 因为这个意思 是对应的 这个suit 这suit是复数 也逐语是norm 所以这里应该用这复数 但是 这些文化 就是常态 是不好的 对于那些 高层 说白了 你想 不要躺平 因为适合躺平的人 对不对 不适合那些 想要去实现 争夺东西 所以这一段话 那明显是真上的 就是 还是这个作者在 最后总结 抨击这个工会 这种机制让人 可能就是 呆在原地不动 不会进步 老师的质量不行 他也不会换 也不会提升人 OK 然后 继续 所以这是总结化 那唯一的 美国公共行 唯一的 美国公共行的工人 这是这话的主语 后面先立下定义工具 所以是walkers位在后面 什么人呢 正 远远超过25万美元 一年 的工人 所以这里 你要把这个walkers 跟这二连在一起 唯一能在公共行业 挣25万美元 这应该是 算是高收入的吧 这些人是谁呢 是大学的 体育老师 教练 和 美国总统 这点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 就是美国的那种 大家经常看什么 NCAA 美国的大学 体育联赛 都是非常挣钱 虽然说球员不挣钱 但是教练 挣了很多钱 这个 我 这件事夸张 你可以看一下 就是美国大学 篮球 名校的篮球 教练 挣的钱 不比 可能比NBA 挣的还要多 但是学生是一分钱不挣的 然后那个球是非常火爆 大家可以稍微去了解一下 橙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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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一样 所以 但这些话 告诉你 是不是 给你解释一下 适合那些 待在园 的不同 因为唯一超过25万一年的人 只有体育教练和美国总统 说白了就是 不太适合 high achievers 对 OK 继续 那 银行家们的 非常fat 肥的 这个 工资单 工资的这个信封 package 这个单词 咱们今天最后一张 这单词我还是稍微 上来的说一下 就是首先你要判断说 这个pay package 固定搭配 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领过工资 但是国外可能 这个工资 原来啊 现在也不会 是因为这信封 结的 所以他就会把 这个pay package 表示这种工资 工资的这个包裹 和工资的 这个信封 给你 现在就是 纸票 原来可能 如果发现金的话 中国可能原来 也是给你个信封 一样道理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其实我想讲一下 就是package 这单词就是 大家见到那种 现在你很多 吃的都是那种 小包装 小袋子装的 这种就叫package 一个月包茶呀 这里是food packet 食物 什么坚果 这些东西 一个一个小袋 就是package OK 然后这里 所以说 他说的是银行家们 非常肥的这种工资 其实已经吸引了 很多批评了 银行 同学 你要知道 这不是公共行业了 国外银行是私企 如果没有记住 美国是没有 国家是没有银行的 美联储是管理银行 跟中文人民银行一样 但是所有的银行是私人的 银行家们挣的钱 很多已经吸引了很多批评 但是 一个就是后面主要意思 公共行业的系统 定义统据 也就是这个系统 因为这里并且两句话 逗号 逗号加buzz 后面并且两句话 逐语是system 先加定义统据 什么系统呢 不会奖励高成就者的系统 的这么一个公共行业系统 所以 assist them 这 may be the energy 这种系统 可能会是 一个远远更大的问题 对于美国 所以最后一段 其实就是作者 总结了一下 这个union 这种公共行业系统 不太适合高成就者 high achievers okay 所以同学 这一篇文章 我觉得非常好总结 第一段是现象 现在很多人 公共行业里面 当公会 在公会里面 然后三个原因 然后开始跟你说 这一段是在 国家的 或者州的这种层面 他们的影响力 是非常大的 同时在公共领域 他们的这 真正的是 好处在自己福利 和工作的一些行为 对吧 就假期啊 然后从这段开始 开始给你抨击 就是一个是改革 现在很难 然后特别在教育方面 我这 你看我看我自己的笔记 都完全不用看文章 我都知道说什么 在教育方面 改革不好 不能改革 然后影响了一些老师的质量 对吧 就是好 差的不吵 好的也不提升 然后最后 这一段再说的是 很多政客 已经开始反对 这些公会了 然后最后一段 告诉你 这些公会不适合 想要去不躺平的人 好 如果你把文章读到这个份上 咱们开始做题 这个题 它是你说 可以被 获知 从第一段 这里就 就是用到咱们 你的总结 对吧 或者你也可以读完第一段 就做题 我觉得都是影响不大 然后像昨天我这家说了 这东西 其实你怎么做 看你这人的喜欢 不会影响你的分数 因为影响你的分数 只有能力 那第一段 当然说的是 现在很多人 加油的众会 我再举了三个例子 开始 Timsters 这样的人的 就是第一段 的人的那种会 仍然有一大量的成员 这里就完全没有说过 原来说 是 在他 1960年 巅峰的时候 仅仅只有 十分之一 美国的政府 工作者 属于一个 工会的 然后现在 你要知道 这里是美国 政府的工作人员 36在 属于工会 但是从来没有说过 这个人的 这个机构 现在仍然 有很大量的成员 1960年 是他的巅峰时期 这个人 曾经 used to 能再说一遍 曾经是 现在不是了 是工作 作为一个 civil servant 公务员 人家说的是 他会代表 这里是公会主义者 从来没有说 他曾经是公务员 他想代表公会 代表公务员 C 公务会 已经扩展了 他们的公共行业的 会员 那不是原话 是第一段 人家说 第一段我是不是说的 civil servant 公会 已经开始增加了 然后 这一句的三个例子 那不就是 第三个 选项吗 公会们 很多公会 已经扩张了 他们公共领域的 会员 然后第一说 政府已经提升了 他们的关系 和union 从来没有说过关系 第二段 还是一样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true of paragraph two 以下是哪一 这是对的 根据第二段 他们这种细节提案 第二段非常好总结 对吧 三个原因 为什么现在公共行业的 公共行业的这个 工会 开始繁荣 thriving 刚才他们稍微 自己总结一下 第一个是因为 他们就是 不会遭受一些后果 没有后果 然后第二个是 就教育 第三个是 这个政客 也是主导性的 然后开始 公共行业的公会 是prudent in taking actions 公共行业 是非常谨慎的 这个prudent 这段词 我觉得 你是需要记的 如果你不认识的话 这属于高中单词 就是比较谨慎的 小心的 精明的 有些时候 所有人花钱 才是花的不多 对吧 但是从于 就是哪怕 你不认得这些单词 但是你拍到 说的是形容词 那这些时候是 公共行业的公会 是非常怎么样的 在采取行动方面 刚才那三个理由 就完全是行动 没有任何关系 第一点是 不会遭受一些 后果 对吧 会可以再去 关闭一些事情 在没有遭受 后果的情况下 这人他们采取行动 怎么样 就没有关系 因为这里 说的 形容是 在采取行动方面 是怎么样 第二是受教育 第三是政策 就是主导一些政治 包括预算 这都没有任何关系 好 好 然后 第二 教育是被要求的 对于公共行业的 工会的这个会员 membership 这单词 我们平常现在 你到哪里 什么 变成我们的会员 变成我们的 就是终身会员 都是membership 这里人家说的是 公会的人 或者公会 都是受我教育 但是从来没有说 我教育是被要求的 这就是说白了 你读准了就行了 你能找我来 我没有说 你必须要有这个教育 才能被要求 就是才能进入到 这个成员 然后C 工党已经 长时间以来去反对 公共行业的unions 那明显人家是支持的吧 人家说的是 就是多贵他投票 是吧 就反了 所以只剩下地了 地史公共行业的公会 很少得到麻烦 为了他们的行为 那这是对的呀 那为什么 因为 人家第一个理由 就是说的事情是 可以关闭一些事情 在没有任何遭受太多 后果的情况下 38 可以被获知从第四段了 这就是每一段每段 第四段 你自己稍微数一下 第一第二 第三第四 那这一段说的是 平均工资比较高 比这些私人行业 但是真正的好处 来自于福利和工作的一些行为 对吧 然后这些政策都不断地去增加 他们的这个 假期 但是他们工资增加了多 就是工资的增长 保持在 就是不太多的这种情况下 但是也会增长一些 但是这里他说的是 在income 这个收入 在 在这个公共行业是怎么样 首先 这个主语 你要判断出来 整个后面都是 一字的 兵律的 你家所有东西都带成功是 收入是 非法获取 这里就 我不知道这些人 怎么能写出这个选项了 B 收入 在公共行业 是 不直接的被增加 这里就有点靠谱了呀 为什么人家 因为人家说的是 就是工资增长是modest 但是真正的福利 来自于hardy 或者是pension 或者是工作 实际行为 那这里是不是 是被间接的增强 那这个argument 这个词 大家要想记得 现在有个非常火的一个行业 叫 就马上 我看到很多公司 都已经开始出了 叫 augmented reality 俗称的AR 增强现实 就现在很多人戴着眼镜 在眼镜里面 可以看一下东西 这就是增强现实 在你现在 肉眼可见的东西上 加一些东西 所以VR是virtual reality 就是你看到都是虚拟的 这是VR AR是 你现在比如说 看到了你的面前 对吧 然后戴着眼镜 就在你面前的东西上 加一些信息 加一些图片 加一些很多东西 这是增强现实 这里这单词说的是增加增强 它是被间接增强 那这个是 我觉得最起码是靠谱的 就是有点东西 对吧 工资收入在中间行业 是被弱度增加 人家明明说了 这个事情是会 就是 keeping the paying crisis modest 使得它的工资收入是 就是适中 如果说人是谦虚的 所以说不是 excessive 过度的增加 对 也没有说是被公平的调整 就完全没有说 就到底是公不公平调整 对 对 然后 这个威斯康辛的例子 就是工会的例子 展示了工会的那样 这就是考验你 刚才那句话能不能读懂 第一句话说的是 政客已经开始镇压 这些工会了 但第二句话 开始就反的这个角度 说这些工会 已经聚集了数千的支持者 去反对这个政客 这个政客是反对工会的 你要把这些细节读到 然后所以 他这里问你这个例子 这个example 展示了这些工会怎么样 然后咱们看 A说 这些工会 经常是 反对 现在的政治系统 这里首先 首先 这句话 就第四段里面 只说的是 政客反对工会 然后工会 召集的人 去反对政客 对吧 但是没有站在一个工会 经常反对 政客的 而且这些A选项里面 兵语说的是 现在的政治系统 人家说的是 反对一个政客 从来没有反对 说政治系统 你读准了 就不会选 B 工会 是可以改变 人们的政治态度 不知道他说啥 政治态度是什么意思 比如在美国 原来支持这个 现在支持那个 现在人家说的是 召集了很多人 来去反对 那说明 召集的那些人 而且是支持者 那就是支持工会 那就没有改变了 召集他们去反对那些 他们本来就反对的人 没有改变人们的政治态度 C 工会 是很可能是一个障碍 对于公共行业的改革 那 这是原话吧 因为 这里我感觉 这 他有点 自己有点串 好吧 有一说一 或者他这里 把它理解成是 上一段 上一段说的是 改革已经 开始 被反对 对 然后这段 这些微商心的例子 因为下文中说的 政客已经开始 镇压 这里其实说白了 就是也是这个意思 因为政客要镇压 要去限制这些工会 那是不是要改革 但是这些工会 就聚集了很多人 支持的 去反对这些政客 那不就是 说白了 工会 很可能是一个障碍 对于公共行业的改革 所以这里稍微有点靠谱 D 工会是主导性的 在政府 从来没有说 在政府里面 是主导性 这里 但凡这篇文章 你读到记得 主导性的 是说 首先 咱们先找到那种 Dominant Dominant 这句话 人家说的是 在左端的政治中 是占主导性的 对吧 这人在政府里面 政府跟这个政党的 这个他们的方向 是没有任何关系 你可以说 就是有这个政治方向的人 占据的这些政府 但是你不能说 是因为他们 在左侧的政治里 就是politics 就是政治里面 是占主导地位 就在政府里面 是占主导地位 从来没有说这一点 对 然后还有一个 根据政府里面 这篇文章 说的是那些预算 这里 就是指出这个 很多这个州的预算 都是被这个工会 所巡逻或者监管的 后面这些就是 在这种地理 但是也没有从来说过 工会 是主导性的 在政府里 人家说的是 在左侧的政治 我在这边 在左侧 左向的这种政治里面 是占主导地位 但是没有说在政府里面 这不一样的概念 OK 所以接着选C 然后40 这个人的态度 对于公共行业系统是 那这里 你明显只要 把这句话读懂就行了 这些人不再说的是 公共行业的这种 正常的事情 对吧 适合那些 想要躺平的人 但是比较坏的 对于那些高成就者 明显这里说的是 如果你把这句话 但凡能读懂了 那我觉得 也应该是 直接第一个 贬义的 不同意 对于高成就在说 而且后面又说 这么一个只适合 就是不会奖励 高成就的人 可能是一个远远 正大的问题 对于美国 还是在说贬义 虽然说银行 银行家们的 这个工资 已经很糟了 接受到的很多批评 但是主要意思 包括这个 这里我觉得 其实这几句话 应该 都是这件事 因为这里不是直接赢 所以都是 points out the norms they put now is much bigger problem 然后 A C是赞美 就不说了 Tolerance 忍受 不是态度了 Indifference 是冷漠 Indifference 就是不关心 就不注重 那不关心 就不会出现 这篇文章里面 一般这种 就不会选 但凡有这个人 在文章之中 那说明 他就是关心的 他不关心 就不会出现 在这篇文章里 好吧 OK同学们 今天我是拉满的一天 早晨九点多直播 到十二点 中午吃着饭 下午开始备课 然后上个作文课 两个小时 然后晚上又直播 聊多小时 然后吃着饭 然后现在开始 录视频 做到现在 拉满的一天 大家坚持 好吧 就是坚持 这些东西 只要你全身心的付出 最终的结果 都无所谓 希望大家 可以学到一些东西 如果你学到了 在这些视频 可以点个赞 还有 发发发评论 发发弹幕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All right 朋友们 欢迎来到 B站战火之王 挑战讲完 所有英语考研 视频的环节 然后我们今天 已经来到了 2013年的 Text2 然后今天 突然有了一个想法 就是 我决定 咱们这个阅读的 视频 我要稍微 加一点点速 尽我可能 我会尽量 在咱们 尽早的时间内 完成这个视频的 所有内容 阅读 然后为什么 要快一点呢 因为我想 最后 给大家 花一点点时间 讲一下 完形 然后我可能 会通过 这个 直播 和做视频的 方式来一起 把这个 尽可能的 多讲几篇 完形 这是我目前的 计划 然后 具体 我什么时候 直播讲完形 什么时候做视频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发的一些动态 或者一些通知 感谢大家 来吧 今天废话不多说 今天这篇文章 我自然认为 也不是特别的难 同学们 再次说明了 进入到2010年以后的 现在已经咱们讲了 十篇了 我感觉 大部分都还是比较 像送分的文章 我也希望大家 可以把握住 但是你要知道 这也是我一段时间来说的 越是这种文章 你越不能 就是掉以轻心 越不是什么都没有学 越不是什么都没有提取出来 因为这样的话 你在浪费你的时间 复习 是用来提升你的能力的 而不是用来浪费你的时间 平常大家 不管你在复习什么车目 你专业课 到了现在的时间 今天是双十一 你要知道 你的每一分钟 都是很宝贵的 所以不要把时间浪费 在做题答对上 真题 你得到一百分 也不会给你加分的 好 好 对 最后不都说 来吧 那以上来这篇文章 说的是 an old saying 老话 然后has it 这里其实是 类似于 形式 冰语 这就是eat 就是has it 因为它的主语 是老话 saying 所以说后面 记得再加一同位同句 来给你解释一下 这个eat 老话说的是什么呢 老话有的是什么 说一半 所有的这种广告的 预算是被浪费的 那这个单子 我又不说到今天 budget 是预算 对不对 一半的 广告预算会被浪费 然后过之后 但是麻烦事情是什么呢 是没有人知道 哪一半 每个字 你就翻译出来就OK了 就非常简单 一半的广告预算是被浪费的 相当于说 你打广告 猜也能猜出来 就是你这广告不一定有效 对吧 不知道给的谁 反正一半都浪费了 但归在于 你不知道哪一半是被浪费的 不知道哪一半 而是没有效的 OK继续 然后在这种互联网的时代 至少在理论上来说 this fraction 今天我们第一个单词是 这个 这个词 我希望大家知道 你要判断出来 它的本质 其实就是一个分数 这单词 它 它是一个分数概念 就是比如说二分之一 这是一个fraction 这是个分数 所以这单词如果都在抽象 比如这里 这个分数 这个比例 这个部分 是哪个部分呢 因为这种 this 可能是上文中说的 那上文中说的就是 只有一个是一半 一半的转烧费用被浪费 一半 那至少在互联网时代 这个部分 可能是被远远减少 那相当于说 赵斯尼是一半被浪费的 那预算可能会被大量减少 OK 那这里说的是 至少理论上来说 然后继续 第三句话 通过bywatching 这种 这种加的N句了 你要首先知道 by doing 是这种团队 后面是主卫兵 但是是那个 主语发出 这种watching 通过看 看什么呢 watching到兵童据 人们搜索的东西 what people search for what 做的search for的 兵语 所以兵语通据 那你还是要在中文里面 判断出这是这名词 通过人 通过看 人们搜索的什么东西 那逗号 后面click on 相当于并列了 因为是动词原型 所以不是人watch并列 是人search 看到人们搜索的东西 看到人们点击的东西 看到人们 在网上说的东西 接受到已经结束了 这里就是click 这就是鼠标 就是click 对 然后谁看呢 后面这些公司 很多公司 可以来去 针对行为的广告 那aim这些词 一般咱们再复习一样 at这些词段也好 这里大家可以背一下 就是aim at 另外都是固定搭配 你的瞄准指向是谁 然后一般情况下 如果被动的话 也会有 比如说你的目标 是aimed at something 这是固定搭配 用这个at这些 但是我希望大家 这一 就是还是把那个at 那些词 要去复习一下 就是永远at都是一个点 对吧 速度速率 包括这个 咱们那天好像见到的是一个 那天咱们说的速度 还说了一个 还有价格 对吧 就是每一个价格都是at 那这里也是一样的 所以公司 他们针对行为上的广告 那这里就是behavioral 是说的 人们搜索什么 点击什么 或者是在网上说什么 咱们现在一年是比较长 这是2013年 现在到了2022年 大家现在你在网上 做的什么事情 都会被这些 互联网公司 变成你打网网的一些 依据 对吧 所以 很多公司 通过看这些事情 来去 可以针对他们的 行为广告 针对谁呢 针对于那些 那这时候 再复习一下 nose这件词 后面没有名词 情况下 要把它看成是人 然后所以说 后边 这是个形容词 首先再次复习一下 这是likely 形容词 不是副词 虽然说是ly结尾 但它一定是个形容词 所以这里是后制形容词 形容 把这些行为广告 针对于那些人 什么人呢 最可能来去买东西的人 OK 那这段话 其实第一句话 应该非常简单 就告诉你 现在 这个互联网 可能 来去针对人们 针对他们的 用户 可以 就通过 看一些东西 对吧 看 看一些什么 什么什么 他们搜索什么 他们点击什么 然后去做他们的 行为广告 所以在过去的几周里面 past a couple of weeks 这次关于结束了 今天让主要一遍在后面 a quarrel 今天他们第二单词 表示争吵 这单词其实就没什么 就是quirrel 就是争吵 就是双方之间 但不是怎么骂人 大家一定要弄清楚 争吵就是你对一件事情 来去这种 争论 你在这件事情 不合 在一件事情讨论 所以一个争论 已经展示了这种价值 这个价值 明显这个tool 用来形容这个value 对吧 不是用来是 有一般 有这些东西 不会有加 东西不定时 展示的这个价值 谁的价值呢 箭头 对于这些广告商 做广告的人 这个advertiser 咱们再说一遍 不是看广告的人 是做广告的人 说白了就是商家 然后 借词完语继续继续后置 那就是说广告商 什么广告商呢 对于这种 非常精细 车力信息的 广告商 这里有一种词 是在于这个 grain grain这单词 本身表示车力 就任何的 大家就现在 你吃的一些 就是车力 说米牙面 每一阵那叫车力 就是grain 所以有时候表示 鼓务 卖力 然后同时 就在抽象的意思 就是车力 然后同时就fine 这单词 咱们再说一遍 如果平常咱们 中文 就是生活中 说fine 这其实都是负词 大载力都是负词 如果这这单词 作为形容词的时候 特别是比如说 形容fine art 精美的艺术 fine wine 精美的这种葡萄酒 fine什么什么 就是 也就表示精细的 精美的 所以这里 你要判断出来 是用来形容信息的 但是上文中说的 这种信息 哪里来的呢 这种 还是一样 such 是上文中说的 就是精准 我们现在应该是 读这种文章比较准 就是精准点击 对吧 知道人们搜什么 点什么 然后说什么 他就可以精准打广照 所以 最近的这么一个争吵 已经展示了一个 这个价值 对于 广照商 什么的 广照商呢 或者这里 我觉得这个off啊 我觉得还有一种可能 是用来形容这个value 因为这个连续两个借词 都是用来形容这个value 倒是也可以 因为这里意思 我觉得更说得通一点 就你往后读到 其实 你也可以变成是这种 就是精细的 就是find green 就是人车里一般 一点点非常精细 非常 就像说 碎片化的这种信息 对吧 的价值 然后对于这些广照商 也可以说是这些 就是这些非常精细 信息的广照商 就是给他们展示了一下 这个价值 对于这广 我觉得这里 其实我比较倾向于 这个off 是跟在这个value 因为这里 你要判断出来 是什么样的价值 就是这种 精细信息的价值 然后展示给到了 给 作丧奥对 OK 然后到后 所以冒后林解释一下 为什么呢 是问号 因为你看到 竖的开头 看一下后面是问号 那这是个问局 所以说 应不应该 你先把这个 shoot advertiser 你就直接这两三次 你先翻一次 先不要往后看 应不应该 广照商 假设到 病毒从具 人们是非常高兴的 去被追踪了 同时也是被 看到爱的找病电 sensor 跟trash 病电 就是被动 人们 高不高兴的 去被送 这些 行为的广照 所以这里 相当于告诉你 就是 他给你解释一下 就是这种 精细信息的 价值 对于这些广照商 展示了一下 为什么 因为他要 就是 你不应该去假设到 人们是高兴被 追踪的 还是说被 送这些 行为广照 对 这里就是 因为你这样 拍到这个话的主意 是一个 争吵 这个争吵肯定是 告诉你 就是 到底应不应该 这些冒号 我个人觉得 应该还是说的是 这个解释一下 这个争吵 因为这里问句 应不应该 同时或者是 应不应该 他们 这些对 就是 刚才 病电 这些广照商 应不应该 有一些明确的 就是许可 和允许程度 所以 另外一个 这里是 咱们今天 再复习下一组词 是xsports 这三词 你一定要记得 说清楚 所以你跟别人 解释一下概念 说得清清楚楚 说得明明确确 这是xsports implicit 他反应词 说得很含糊的 你别人说 我要去吃饭 这就是 implicit xsports 我说 我要去 这个街上的 这个饭店 几点钟吃饭 这是xsports 说得很清楚 所以这里说的是 应不应该 他们有明确的允许 来去 就是 发这种状照 所以 这一段 其实非常简单 就告诉你 这么一个争吵 就直接广告商 到底应不应该 CORAL 没什么说的 然后再后 明显开始 具体 瞬间说到 2010年12月份 那是不是应该 巨像 巨像举例子 举例子说谁 像一段 那是抽象的 一个争吵 已经展示了这种 精细 信息的价值 给到这些广告商 到底他们应不应该 一个争吵 一个辩论 那这些辩论 开始 具象一点 在2020年 在12月份 美国的F 就是联邦交易委员会 FTC 提出了 加一个 不要追踪 Try这单词 那在这里肯定就是 广告商追踪 这些消费者 对吧 不要追踪 也就是下面都用了 D&T的一个选项 到互联网的 这些流卵器 Browsers 然后以至于 Soldats 就是放在一起的 后面加制完成区的 这时候我想提醒 大家写作文的时候 我说你要用这种 Soldats去行 一定是前后 递进的 那现在这个递进 在于 这个委员会提出 增加了一个 不要追踪的选项 到互联网上 互联网的 这个得胆器上 以至于什么呢 以至于用户 可以来去Tel 这个Tel 就后面加的一个 避议从具 很扯的就是 分辨 就不是说了 对吧 以至于人们 可以来去分辨出 这个广照商 什么广照商呢 他们不想要去 被追踪的广照商 OK 这里 这句话 我觉得还比较简单 说白了 你加了这个 D&T的选项 然后这个争吵 或者事情的来源 然后继续 那微软的 这个IE浏览器 和苹果的Safari 那这是比较 两个著名的浏览器了 我不知道大家用的哪个 这两个浏览器 都提中了 D&T 不要追踪的选项 然后谷歌的Chrome 也是时候 要去做这件事情 Do so 就是上文中说的 Offer D&T 然后在今年 我是用的Chrome 我不知道大家 再做这位 用的哪个多暂器 然后这里 还是一样 咱们再附下这个Due 这个词 就 如果大家 就是敢作业的 这种经历 就是你的作业 Due on Friday 就是星期五到期 星期五要交了 然后还有什么 就这件事 所以我正认为 你把它记成 就是是时候 我们前几天应该刚刚讲过 到时候了 比如说你 It's due 就是你的债务 到什么时候 到期 我记得 上次咱们讲的时候 好像是这个意思 还有 你的什么什么 就是水电费 应该要交期 到期要交了 这都是Due 就是是时候 到期了 OK 所以这里是说 就谷歌的这个Chrome 也将会做 就到时候 会做这件事情 在今年 就给你举个例子 先是联邦委员会 提出了一个建议 然后这么多公司 就跟上它来去做 然后在二月份的时候 这个FTC委员会 和这个数字广告联盟 就大家还是要稍微看一下 这里是联邦交易委员会 那这是数字广告联盟了 所以说这是广告的 那个联盟协会 DA 他们两个同意了 同意了什么呢 这个行业 这里有个话兴趣 你可以看到这里的时候 你不知道后面问什么 但是你在这里 一定要读懂在于 还是说The 因为这里后面 没有任何的定义了 所以说这个The 肯定是上文中说的 这个行业 对不对 那你要知道 在于这个FTC是谁 联邦交易委员会 Digital Advertising 联邦是数字广告行业 这也就意味着 其实这两个公司 只有一个是在行业里面的 就这个Industry表现行业 因为这个FTC 交易贸易 就不是行业 就是整个一个管理机 所以说你要判断出来 这里说的是 这个行业是哪个行业 那明显是数字广告 也是这篇文章 核心的这个行业 那他们两个协会 同意了 同意到什么呢 冰业统据 这个行业 数字广告行业 将会get tracking 这次今天我觉得 稍微可以具象化一点 现在就是track理解称 我来看我那个 冰河时代表 就那种动画片 然后冰河时代就是经常 有一个差距离 冰川烈产了 对吧 小松鼠在上面找什么什么例子 然后突然这冰川烈产 有一个烈份 然后从那个慢慢烈份 就还有大面积的 冰的一个破裂 那个裂份就是crack 所以这单词 我建议大家先记名字 裂缝或者裂纹 有个裂缝裂纹 这里当作动词的时候 相当于就是你把那个 一个地方把它弄开 一个裂缝 扣开 把它弄开 所以当这单词 再去用来形容抽象的时候 就是比如说后面是问题 难题 表示的是解开 这个难题 找到一个突破口了 去把它搞定 去把它就是解决了 这个抽象的意思 所以这里就是get tracking on 你确定是故意大费 你很自便意思 就是开始来去破解 开始来去 这个行业相当于 着手来去搞定 get tracking on 故意大费 或者自便意思 在什么上面来去得到 这个裂缝 来去破解呢 在回应这些 不要追踪的 请求方面 所以这个时候 相当于同学 你要站在这个 广告商的角度 因为这些浏览器 就是这个争吵 对不对 争吵首先一方是这个 人们应不应该 广告商应不应该 就是这么做 消费者是不是愿意的 所以说这些互联网公司 他们把他的 就是浏览器上 增加了这么一个 不要追踪的 选项 那这个时候 你浏览器做出来 那是广告商也要 就是回应 所以说他们 这个行业将会开始 着手 搞定 如何回应 这些DNA 不要追踪的 一些星球 对 这时候 你判断出来 这里 现在还是给你 举个例子 这是Quorl 是谁对谁呢 是Internet Browsers 6.7 VS Advertising Digital Advertising 广告商商 OK 然后开始 继续 再进去例子 因为这里还是在说的 在5月31号 微软 Set off the road 首先这里set off 就不说了 这是咱们高中学的 开始 就是开始做一件事情 然后关键是 咱们今天再复习下 这段词 一共三的意思 一个一排一列 你班里面一排座位 电影院一排一排 那个一排roll 第二个意思 划船 动词划 然后划 不是那个船 是划那个动词 划脚 然后名次也是划的动作 然后最后一个意思 是争吵 就双方之间roll 我记得上次 咱们见到的意思roll 然后后面加的是over 关于什么什么的争吵 在这句话里面 我希望你可以带到 因为明显 人家上文中已经说了 微软 已经增加了一个 微软增加了 D&T 对吧 然后明显这里才说的是 Set off the road 我这里 我的理解是 表示的是划船 然后在这里是比喻说吧 也就是说 在5月31号 因为这里是2010年的12月份 相当于第二年 2021年 微软 开始了这么一只划船 开始了这么一只进程 这时候你还不知道 这只划船 或者划船干嘛的呢 你再往后读 It 那就是微软 微软说 它的浏览器10 然后逗号 那这首先你要划断 浏览器10 这句话的 就set that 并从这里面诸语 所以这里 逗号 咱们那天刚刚说的 有可能是并列 有可能是同位语 但是要看这意思 the version 那瞬间你要知道同位语 因为 专门人家进行书的10 说明 这个 IE浪车 第10代 是一个版本 什么版本呢 这里 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意思 就是你要知道 这里就是Due2 不是因为的意思 为什么 因为这是分开的 刚才咱们说过 一个Due是表示到时候的 后面他说的是 这个版本 是应该按7 这个2 反而是动词不定识 就是按 这个Due在这里 是形容词 后置 形容词 这个版本 是要去 是时候 动词不定识 要去出现 跟Windows 8的 这里 如果你判断出来 是因为的话 首先说不通 另外一个情况下 是没法解释 不可能说 这个版本 因为什么 意思就说不通 一般情况下 Due2 这样这种因为 都比较做壮业 说白了 就是一件事情 就是你是聪明的 因为什么 你做错了 因为什么 没有这个 就是理解 比如举个例子 苹果 因为 就说不通了 知道吗 所以这里肯定不是因为 因为就没有可以解释的东西 就你不可能解释一个名词 他能知道吗 这是经验 我希望大家还是可以举一反三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判断出来 这个就是单独的 就刚刚说的 倒期的那个意思 这个IE10版本 是本来是要去 或者你这里 要 对吧 就是将会到时候 要去出现 跟着Windows 8的 所以说这个时候 这是IE浏览器10 你要跟这个物理来在一起 这个IE浏览器第10代 将会有这DNT 作为一个默认选项 这里咱们 现在大家 你打开你的什么 任何电子设备 你找到那个英文版 或者 有时候中文版也会有 就是那个默认选项 就是调的半天 对吧 你想回到那个最初选项 default 或者大家现在你 用电脑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调什么 你要想调节 这个默认浏览器 默认浏览器是pro 如果你不调的话 默认浏览器就是 这个IE浏览器 或者是edge 对 在苹果上也是一样 所以这里是 as a default 就是默认 因为这里在机器 在这种设置里面的 明显是默认力 但是咱们前一天 见我这件事 在金融上 在商业上 表示的是动词 还是先有词性 才有意思 这里是名词 然后名词是 这个默认的选项 默认的意思 但是作为动词的时候 它是违约 后面还可能会说 作为动词的时候 在哪方面去违约了 还不起钱 一般情况下 虽然说本字面 是违约了 违反合同 但是现在你在金融里面 见到大部分的意思 都是还不起钱 或者你说房贷还不起钱 或者贷款还不起钱 这都是default 所以现在告诉你是 这个刚才 上次你要读准确了 刚才是微软和苹果 是有这个D&T选项 但是现在 8月5月31号 是微软把这个D&T 是当成一个默认选项了 所以这时候 你解释了一下 这set of the role 开始的这个划船 更进一步 把开始的这个过程 这里是不光是其中 把它作为一个默认 这一段就很简单 就微软 开始这个default OK继续 所以接下来 这篇文章 其实是很顺的一个逻辑 对吧 就一点点阐述 变成一个默认了 当才那个作为 有一个选项 说白了 这个交易者还可以选 但是你作为默认 就默认一上来 就是这个 是关着的 就不能追踪 这里我觉得 大家一定要弄清楚 这个概念 就是你自己想想 当他作为默认的时候 跟他提供这些选项 区别在哪呢 大家应该心理清楚 就大概率 如果你作为默认 那些不懂的人 他就不会调 或者就大部分人 都不会去管他了 就当作就没发生意 除非你知道 或除非很讲究一些人 会调一下什么的 也就是说 如果作为默认 大部分情况下 大家不会管他了 所以说这时候 你到这个程度了 广照商们是非常非常害怕 horrify 这个词 就作为动词是 惊讶 感到震惊 这是被动 或者你推定 为什么震惊呢 明显这一段 应该是围绕这句话写的 人类的本质 being what it is 这里是 这里大家可以看成 是一个独立主格 也可以看成 是一个非为动词 但我觉得 不是说非常常规的语法 这里我一般 不会太讲了 就是你把意思弄清楚 因为这个 你说是独立主格吧 这个独立主格 其实它也不会有这个 being 但你说非为动词 非为动词 前面还加了 human nature 所以我觉得大家这里 就看成是一个 这个作者想表达这个意思 没有按照 颜值的语法写 所以因为这里是 人类的本质 人性 就是 这个what is 没问题 就是 是人性 就是经常英语里面 大家听过这句话没 it is what it is 这句话大家 你如果作为翻译的话 中文里面可以说是 就是那样的 it is what it is 就是你这个事情 就是这个样子 没法改变 它就是它这个样子 你按照字面意思翻 它是 它是那个样子的那个东西 要不就是说 你看到一个 要不就是你要去 一般平淡接受的吧 你说 一个 在学校里面碰到一件事情 就是你去 这件事情就是这样 没有办法改变 没法改变 它就是这个样子 你去接受它 所以他这里说人性 它就是这样子 什么样子呢 大部分人将会 state with 就是年在上面 就相当于说 按照 默认的选项 默认的设定 那说白了就告诉你 为什么这些网上 非常害怕 因为就这样我说的 如果你一旦设定成 就是默认的 人们基本上也不会改 state with 它就是粘在一起 这里是说白了 就是坚持 或者跟它一直选 保持这种选项 对 所以很少人会把这个D&T switchD&T on now 很少人会开的 这个switch 他们不是说 除了游戏机以外 还有就是开关 对吧 switch on就开了 switch off就是关掉 所以现在说的是 很少人就不用开了 因为就已经变成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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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认选项 这个fuel 咱们再强调一下 这里这个fuel 单独存在的 说明是量子 还是D&T 一样 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 就很少人 很少人会开开 这个D&T 现在 但是 如果 就是 但是后面 你看到if 就应该瞬间清楚 后面应该是完整拒责 但是这完整拒责 是条件状态通局 但是这边就应该说明是条件状态通过去的